现在谁家要是有个孩子那可是宝贝的不行 于是在起名字方面也是格外的重要 名字代表着对孩子人生的美好祝愿 所以一般会考虑很多的方面 在孩子出生之前 家人就为孩子准备了好多备用的名字 还有人找先生给孩子起名字 先生会根据生辰八字 阴阳五行 星座属相等不同的方面考虑 总之名字来之不易 以前的农村我们会在村里面见到 有人叫狗蛋狗圣狗孩的 在现在人看来总是觉得名字是跟人一辈子的 叫这些未免太不上档次 可是在农村人眼里并不是这样 这样的名字反而能更好的生活 以前起名字还是有讲究的 农村给孩子起名 老人常说男不带天女不带仙 有道理吗 为啥会叫那么不好听的名字 其实关于这句俗语还是有说法的 男不带天女不带仙 意思是男子名字里不能带有天字和仙字 一方面是农民不敢叫这样的名字 按照古时候的说法 皇帝为真命天子 皇后是仙女下凡 农民作为社会的最底层 自然是不敢与皇上皇后起名 如果有人叫天或是仙的 一旦被发现 有可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皇上也害怕别人和他抢江山 如果有人敢这样叫 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所以农村人一般是不敢触犯皇权的 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村 建名好养活 以前的农村 村里总有几个叫狗蛋狗孩 毛蛋石头小花小草的 也可能是之前农村人 没有接受过多高的教育 才会导致名字这样去 可是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以前农村孩子很不容易养活 因为吃不饱穿不暖 所以很多孩子在墙堡中 就已经离开了 如果名字中带有天和仙 可能会触犯天命 就会生活的很艰难 农村人为了避免这一忌讳 干脆就起个贱名 我们都知道 这是以前农村人的迷信想法 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 取名也不再忌讳那么多 更多的孩子的名字 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 而且现在孩子的名字 都是非常的个性 和有文化底蜜 真的是很好听 关于农村的俗语有很多 有些传统的观念和做法 确实是不符合现代科学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 相信一些不好的言论 终将会被摒弃 不过好的文化 还是要吸收和发扬 关于取名字这件事 你有什么想法 你们村有什么好玩的名字 欢迎留言与我们交流